我们一口价 八千万 事后还有百分之五的回报 八千万 最多 给你百分之三 我想查一下账户余额 七八三一一二五 肖飞 您的账户金额为 应该让你尽快把合同准备好 合同就在说的是 哥 你现在把你的全部都堵上了 你这么做值得吗 值 这个就是那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孙总 又来打扰您 你喝口水 好 你喝口水 我明白 自由这两个字 其实不管对谁来说 都很重要 但是要得到真正的自由 有些自己做过的事情 还是自己要面对一下 没明白 没明白小警官说的是啥意思 自由 对你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案子不破 真正的自由 永远不会属于你 好 那你想问啥 看我知不知道啊 也是 我不是找他 他那是怎么说的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他想要对他 他其实他在梦子的梦子 其实他用担心有点 我自己的不同 这个我真不知道 当年南海股票并购完 旭峰可是把你当作害赵国海的人 旭峰把这些也写在他日记里了 我知道不是 那你有答案还握我干什么 宋先生 你刚才一直说你年纪大了 当爷爷了吧 为无 苏爷 年幼棒 年幼棒 我按你几屁股吧 ,,,, protection 你现在正好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所以自由两个字 对你来说比别人更加的重要 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明白这一点 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说的话 还是那句话 自由 这两个字永远不属于你 永远 好 好 小警官 你问吧 这样我知道了 那就从你入狱前说 满满 这叫什么呀 洗溜 这个呢 洗溜 够一够 够一够才能够着吗 主身体员 不 大丽儿 真是大丽儿 这人啊 不服老不行 你爸再怎么走 也是会变的 幻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就好好地在家陪陪我 知道了吗 老宋 老宋 你还有事呢 该出发了 光吴跟他玩了 不忘了 老外婆 老外婆抱抱 不住了啊 喂 我没听见 老宋 今天可是咱们小孙女的生日啊 哦 可不是 你马上早点回来 咱们家好久都没有热闹热闹了 怎么徐峰和陈希尹不来看我 叫上他们吧 人多了才热闹呢 是吧 再见 跟外公说再见 再见 再见 亲亲爱的 要上班班去了 人活的不能吹 好 人活的不能吹 再见 再见 跟外公说再见 在这边 这边外公要这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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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马上就回来了啊 再见 再见 好嘞 我们回家一家吃果果去了 好吗 好 回家家喽 回家家喽 不办妥了 这一份是您红原股份的质量资金 这一份是从公司挪用的资金 金额为八千万 这件事除了你跟我还有谁知道 这一定您放心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国董市长 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 您在担心什么 也不是 主要是这个项目时间周期太长 我怕董事会 会因此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啊 更需要李经理 保守秘密了 是 李经理 嗯 嗯 现在 你跟我 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明白 您好 您好 我是洪远公司路遥 我找你们行长 好的 请跟我走 谢谢 宋董 老董 您永远是这么准时 可还是比你晚了 合同这边 您还需要再看一下吗 不必了 我的律师都看过了 请 您请 是不是 他 您用来 您来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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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黄金 小李啊 从开始到现在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董事长 也没什么 我知道 你是担心 公司的人知道这事 记着 没有高风险 又没有高回报 放心 对了 我记着这附近 好像能有一个大商场 是吧 是 是有一个 您是要 那我就晚点回去 我转着来 让老张先送你回公司 老师 这不合适吧 要不我陪你一块去 我想自己转着 那行 晚点我让老张回来见你 好 当肖剑拿着宏远的财务报表 追问那一点二亿的下落时 宋依南知道 他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终将被揭开 在他和虚风战争中 所输掉的 并不只是这一点二亿 而是他曾经拥有的一切 你 合同已经签了 要终于是 在你的花那里 一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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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屋 二坑 二坑 一坑 一坑 两坑 一坑 一坑 二坑 爸 帮我 哥 满血复活了 河边的合同搞定了 宋亦南 李宣阳也不远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马上回海湘 我想了想 有个人 我还是要把他拉起来 陈欣姐 陈欣姐 你怎么跟他解释 我没法跟他解释 所以我叫你来了 我解释 不不不 你俩的事我帮不了忙 已经来不及了 他马上就要到了 不是 兄弟是用来出卖的是吗 你对我做的混蛋事也不少吧 这个人情你得还我 你行 来了 不去吧 我 不 我不去 快点 人呢 陈欣姐 你 陈欣哥生病了 就是这段时间特别想你 然后又感冒又发烧 然后我说 我说这种药特别好使 然后我就给他 我说你吃一片不管用的话 然后你再吃一片 吃两片不管用你就多吃 好好说话 您好 要不 我得不上去了吧 啊 你别上去了 怎么了 你不过还想出钱的事了吧 我觉得吧 我没什么用 居然被他们给利用了 什么当没什么用啊 我跟你说 海翔的根基 可是你最擅长的长线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短线都是跟你混的 今儿许鹏叫我们来 就是大家伙得 共同度过一段 特别艰难的时期 虽然说他之前有失误 但是咱俩来 是不是冲着他这个人 对吗 我们就得相信他 行 让下一个我看吧 好吧 听你的 这 这一个大男人 有点自信 整天跟个小朋友似的 谁跟个小朋友似的 李有大多少啊 装什么老干部 大一天也是大 欣姐 都来了 今儿老大叫我们来 就为了东山再起的 对啊 出来吧 出来吧 不是要东山再起吗 还躲着干吗呀 对 我希望你帮有点 就让他说 您好 先生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学点儿小孩的衣服 孩子几岁呢 两岁左右 小女孩 身高多少呢 身高 这么高吧 好的 您稍等 您看一下这些 都是我们店里的新款 样子非常清新可爱 料子也非常地柔软 您不喜欢是吧 对 我就 还有更好点的吗 好 您稍等一下 您看一下这些 是我们专柜的经典款 不是 这样 我现在我实在是 这样吧 咱们简单点 先生您想买什么类型的铜装呢 就是两岁左右小女孩传的 你们店里最好的 你都拿来 全都要吗 全都要 好的好的 您稍等 嗯 今天下午 我要对红颜发起反击 找你们来 是想告诉一下你们我的计划 说说吧 这事要先感谢正华 你得到的消息的确准确 明天会有大叔必投入 三零四四 但你是海翔的 他们不可能对你放松脚踢 所以你是一个名企 你的意思是 你是故意混淆的宋伟南 让他激化海峡呢 是 孟部长 孟部长 有人找你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看看 看看 看看 那些当年的印钞机 现在是否马力还强劲呢 包括海翔 对外宣称停止海翼的业务 主公司海翼集团也传说 可能会让海翔私募 暂停业务重新诊断 做到这个份上 孟部长不可能不相信的 那你能知道 暗期是什么呢 是何冰的网络营销项 这一点呢 归功于郑华给的信息 他现在极度需要一个赚快钱的项目 八千万 最多 给你百分之三 那我们就这么定 现在互联网正处于极度上升阶段 而且回线速度很快 也就是说 他挪用了公司的资金 投入到了合并的项目 如果要经过董事会的话 会很长时间 他不想让人知道之前的亏损 更不想让我们知道 也就是说 他暗地里挪用了公司的资金 这一份是您 红原股份的质量资金 这一份也是从公司 挪用的资金 金额为八千万 就这一点 足够让他退出董事会 顾心哥 这个暗期是你想的吧 你以为我这儿是在忙什么 明白了 照这么说的话 孙悟南现在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那咱还等什么呢 抓紧时间抬高股价 掩护资金撤出啊 不 我们要继续加注 帮助海逸收购南海 这样的话 海逸已经能为我们投资 但是 我们怎么去说服海逸呢 我想赌一把 赌的是你 那我们的计划 你同意吗 我可以同意 资金已经到账上了 现在根本不是跟宏远抗衡的时候 我们砸多少钱进去都会被套住的 我知道 收手 绝不 我离开以后 会锁住一些资金 是最后的保障 不行 你现在走对就打击太大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赞同 你是说保底的钱 行啊 把我都算你进去了 给我些时间 我可以跟你解释清楚 给我些时间 不用了 这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密码会告诉你的 有什么事 问我一手的气 陈希 陈希 哥 你愣着干嘛 追去啊 这次的计划 由正华拳拳负责 哥 我不行 你必须想 必须想 陈希 陈希 海祥私募基金的理财产品 是你做的 我改正在跟你说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听清楚了 抛开咱俩的事不说 那些都是老百姓的虚寒钱 如果你敢动的话 我一直盯着你 你为什么会这么幼稚呢 老百姓的血汗钱 和富人的钱 钱就是钱 有区别吗 孟部长 人都到齐了吗 人都已经到了 可是孟部长 海艺集团的人过来了 海艺集团 王海力吗 不是 是一个海艺集团的投资副总 之前没有见过 好 我知道了 来 来 赵水 我觉得 海艺的人这个时候过来 我知道 而且还不是 王海力本人来的 我觉得他们过来 应该不过是帮我们的 别想那么多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坚持你自己判断 知道了吗 关 关键是 我不紧张 你知道吗 紧张什么呀 自信点 说多少遍 喂 哥 顾清 你帮我查一下 融资产品中 有没有问题客户 好 我马上去查 您好 我是孟昭实 您好 我是海艺杨志刚 您好 怎么续子都没过来 他在来的路上了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郑华 我们长县投资部 主管部长 您好 这么年轻 后生可畏啊 旭总已经把决定权 都交给郑部长了 我们也是做 辅助操作而已 但愿旭总这次的眼光 没有选错人 不仅是旭总 我们整个海翔 在长县投资这一块 都是要听郑部长的 是吧 郑部长 说说接下来 我们做什么吧 好 大家注意一下 麻烦帮我们准备一份 近三个月来 南海集团的数据报告 以及所拥有项目的统计 我想看看整个公司 业绩的大体处理 好 马上上传台屏幕 现在还可以 各位观众 老爷 这 董事长 说实话 是的 你这不知道啊 平时 过年过节的 也就是你们俩 去看看我们两口子 家里边就我们俩 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就没想到你说 凭空 做出这么个小家伙来 可不是吗 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其实啊 就是为了一家人呢 能在一块 说得对 这回您一家人呢 就可以围着小三脚 转移我路 天不怕地不怕 被这个小家伙给治了 儿子 儿子 董事长 南海今天下午的股票 有变动 什么样的变动 有人在小规模收购 南海的股票 那也正常 没什么关系 来 看看有起小松鼠 来 我们不起小松鼠 好不好 小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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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 外公回来了 你看 还 我 外公回来了 老张 先回公司 怎么用 在外屋 我了 我了 这是 我去看看 按照刚才的预期 我们已经购置了 部分男孩的股票 宏远并没有挂牌动作 好 我知道了 我认为 现在应该将资金 全力投入进去 孩子 说话有点冲动了吧 全部资金 是什么样的根据 让你有这样的信心 你以为在玩游戏吗 去年二月 南海集团的业绩 下降了6.5% 原因是因为 扩展的项目过多 导致资金链冷缺 现在南海继续融资 而宋玉南 并没有将资金全力投入 难道 不会是因为害怕海逸 金标 从来拉伸补加 不是的 因为他怕回款速度过慢 他不敢投资 如果现在全力出手的话 价格肯定会上涨的 难道 你们都是这样不经过计算 就买货的吗 超出了计算 你们谁负得了这个责 难道张总不知道 宋玉南手里 已经没有资金了吗 赚不赚 你觉得现在的价格可以对吗 那就放手干了 有什么事我担着 张总 如果我们要记错的话 我们旭总跟你们海逸 签立合约的时候 很明确地指出了 我们海逸拥有自主投资决定权 现在是购买股票价格就合适的时候 所以 您交给我们就好了 小兄弟 别把自己看太高了 就算是旭总今天在这站着 也不可能做这么重大的决定 总之 海逸的资金 你们谁也不能动 走 那我呢 好 安总 你怎么会在这 这个 我父亲叫你来的 你是郑华 是啊 旭峰和我说过你 既然你是海逸的长线投资部长 那收购不收购的 以后有你做主意 有信心吗 有 去做吧 下面为大家播报财经新闻 今天的股市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了 前段时间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海祥私募集团 今天突然大出手笔收购了南海集团 这让今天下午的整个交易大厅K线板上可以说是波涛汹涌 这让今天下午的整个交易大厅K线板上可以说是波涛汹涌 让很多提前售出的股民万万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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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找着地方喝着闷酒 没错 这次海祥的大力出手吧 可以说是把之前种种关于海艺与海祥决裂的传言 彻底冲开了 看似戏剧性的结局背后是否藏着什么故事 来啦 什么意思啊 把我都搭进去了是吧 我为我所做的事向你道歉 道歉你都不用了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你的解释我不满意的话 请你出去 师父很狡猾 如果他知道我们两个人 没有隔阂的话 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亏你还叫他一声师父呢 不至于做到这个程度吧 我有我这么做的原因 好 就算商场上 你跟你师父决裂了 那那些散户呢 你现在把他们全部搭进去了 我会把他们的钱赔给他们 所以我跟他们签合同的时候 才会签三个月的滞留期 那现在影响这么大 其实损失更大的是你 你还是我认识的许峰吗 还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还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我不在乎 我的目的 就是搞垮宋里南 什么意思啊 我的原名叫赵晓峰 我的父亲叫赵阔海 他是中国第一批下海的金融人 那个时候他和几个朋友 成立了一个证券公司 那些人都在国企里 不便露面 有一次他们放出了消息 并且融到了巨额资金 想让我父亲来操作 我父亲认为 钱太多了 会被证券会的人盯上 所以拒绝了他们 可是没想到 他们盗用我父亲的名字 背后操作 不久 不久 我父亲 就被证券会的人查到了 那个时候法律并不坚决 所有的罪名 都架在了他一个人头上 他决定向公安举报 就在那天 是说 你父亲的死跟宋一南有关系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母亲回国以后告诉我的 您有线索吗 我不确定 但是他 就是你爸 当年唯一的合伙人 就是于产以后 是 当年我母亲为了保护我 才把我的信 盖碎了她 难怪你一直慢着 没想到 没想到 我的仇人 是我最信任的人 也没想到 洪远公司的前身 就是我父亲的公司 真是荒诞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退出金融券 和你一起 去意大利 我陪众的 心姐 你不知道 那天啊 海映那张总的公司 妈呀 嚣张的呀 哎 跟我们说 小兄弟呀 就是你们续总今天在这儿 也不能做这么大主 这给我俩气的 你才后来怎么着 把人家打了 我特想打他 那有 有 还好王总即使出现了 对 王总一来 低头哈腰你知道吗 谁是主子 一目了然 对吧 看来这是在说我的好话呢 王总 正好说到你呢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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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光说王总啊 我怎么觉得 我才是最大的工程 都不提我吧 你是最大受益者好吗 第一没有任何损失 第二给凯拉拉拉 这么大一投资 你说你也请我吃多少顿饭吧 你这么瘦能吃多少啊 放心 你一年的伙食我都给你包了 这你说的啊 光包我都不行 大家见哲有份 是吧 行 大家都可以啊 除了那个顾清 他太能吃了 不行 来 王总 谢谢 辛苦你了 之前 我也反对旭峰瞒着你的 可是他坚持 我也没办法 看来他跟你说了不少事情 你别多想 有件事情 我很想跟你商量呢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跟我商量什么呀 别这么说 经过这一次 海翔已经正式成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公司 我们想把公司签到你家 这样会有更大的发展 这个主意挺好的 只不过 为什么要跟我商量 这边的公司会变成分公司 依然存在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公司的一把手 高额的年薪 副总裁的代役 谢谢 我呢 是给旭峰打工的 我应该遇到你 我应该尽管